歡迎來到長春養生密碼單元 超過50歲的婦女有一半以上 可能都會有骨盆腔器官脫垂的困擾 到底骨盆腔器官脫垂是什麼呢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北醫副醫 泌尿科主任蔡耀舟醫師 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醫師好 你好 醫師 趕快跟大家說明一下 聽起來很可怕 這骨盆腔器官脫垂到底是什麼情形啊 是的 事實上 這個骨盆腔脫垂 其實最常見的是在於 5、60歲提經以後的女性 或者說多產的一些產婦 通常也是上年紀以後 因為這樣的一個狀況 會讓她身體的 主要是我們講所謂的產道這一塊 產道因為年紀老化或是多產 因為生產好多胎的關係 所以她產道會變飽變鬆 會造成一個什麼樣的結果 因為她產道其實前後都會有不同的器官 所以比如說我們她前面可能有膀胱 或是她上面有子宮 或是她後面有所謂的腸道 因為整個鬆脫了以後 這些器官就會沿著這個產道往外突出 突出到這個所謂的那個 所謂的她外生之氣外面來 就造成所謂的子宮 這個所謂子宮骨盆腔的一個脫垂 這樣的脫垂 她表現事實上是很多元的 她表現的症狀也是很多元 那從最簡單的來講的話 她可能有一些貧尿 尿失禁的症狀 到一些比較嚴重的話 可能比如說她可能會有一些腸道的症狀 便秘的症狀等等 所以我們有看到一些很嚴重的 比如說她子宮膀胱整個都往外 整個都跑到外面來的 所以她整個塑尿管也是整個被擠壓在 這個所謂的外生殖器那個地方 會造成腎臟的積水 甚至於腎功能的惡化等等的 剛剛醫師有提到說 生產完是一個關鍵的問題嘛 那也就是說 是不是生產次數越多的人 就比較容易會有這個骨盆腔器官 脫垂的困擾呢 的確從過去的一些研究來看 大部分是多產婦 通常是生兩胎以上的話 這樣的一個機會是比較高一點 那如果相對的反過來問 沒有生產的人就不會有這個困擾嗎 也不一定 事實上這是一個跟體質相關的一個 一個體質相關跟老化 這兩個因素相關的一個疾病 比如說我們常見的 像膳器疾病也是這樣 就是說他一旦年紀老化 然後再加上他原本有體質 他的這個身體的筋膜 比較容易所謂的退化變飽的話 那事實上他就很容易 會產生這樣一個現象出來 其他還有哪些族群 比較會有這樣的問題 比如說厭密的人嗎 那其他還有可能的話 像有一些可能就是 經常性的一個跟他工作有關 或是經常性的要去負重 或是經常性的要去做一個 所謂深蹲的一個動作 因為這樣的動作比較容易 會誘發這個骨盆腔 這個所謂的要經常去受力 再反覆的受力的話 他可能就會因為反覆的 這個所謂的被擠壓 然後變飽了以後 然後他氣管就會跟著跑出來 所以像你剛剛 像剛剛主人提到的 所謂便秘的問題 或是慢性咳嗽問題 這其實也都有可能 但一般最常見就是 很多婦女可能發現 自己有這樣問題的時候 就覺得很不好意思 覺得怎麼辦這樣子 就不敢跟別人講 也不敢去看醫生 要是不去處理的話 會怎麼樣呢 對 其實我們剛剛有提到 就是如果都不處理的話 有些狀況的話 的確是會相當相當嚴重 像因為我們剛剛提到 他跑出來的器官是很多元 可能從一般常見的 子宮 膀胱 甚至於腸道 那所以如果是膀胱掉下來的話 他可能會造成 所謂的排尿的困難 所以我們就曾經碰到 有一些這個老媽媽 他因為整個子宮 子宮跟膀胱都脫垂下來 擠在這個生殖器的外面 所以他根本排尿都排不出來 每次排尿都很困難 那事實上碰到這種狀況 如果能夠把他這個脫垂的器官 拖回去的話 是他排尿就可以順了 那我剛才也提到 如果說他是腸道脫垂出來 他可能就一些腸道的症狀 像有些人就會便秘 甚至於所謂的腹脹的一個現象 那所以通常我們在看病的話 要就是做一個整體評估 要看他整個腸道在 不管是前臂後臂或是側臂 這個各個部位他突出的 這種脫出的形塊 來決定說要怎麼治療 目前治療方式有哪些呢 治療如果是比較輕微的話 一般我們還是建議一些行為療法 或是一些藥物可以改善 那當然如果說 像我們剛剛提到的說很嚴重 他整個膀胱子宮都掉出來 甚至於造成一些密藥 然後到一些併伐症的話 我們還是建議還是應該要手術治療 因為往往拖下去時間久的話 可能會造成一些比較嚴重的損傷 我們剛剛有提到 比如說厲害的話 腎水腫 腎水腫功能會損傷 我想這個其實大家都不樂見 預防剩餘治療嘛 怎麼預防呢 預防喔 其實我們剛剛提到了 因為一般這個都是上年激癮 然後有這個體質的病人 比較會這樣子 所以要注意的話就是平常 如果說有這樣的體質的話 可能要盡量避免去 搬太重的東西 或者做一個深蹲的這樣一個動作 那當然如果說有一個經常性的便秘 或是說經常性的咳嗽 可能要去針對他原本的病因去做治療 還是要再次告訴婦女朋友們 其實骨盆腔脫學問題蠻普遍的 而且是可以被根治的 如果有相關困擾的話 一定要先找醫生就對了 今天謝謝醫師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再回來 再見 再見 再見